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节目的您找出一面小镜子 我们现场观众准备好了吗 好 接下来呢 请大家看天上 什么 什么 看天上 初时把镜子拿起来 好 现在看鼻孔 看 看鼻孔啊 这有点高难度哎 我没找着 看见了 看见了 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平时没有注意的 好像两个鼻孔不一样大 真的假的 你往上仰头 我看 你把手拿开 不是 月月 您是要干啥啊 看鼻孔啊 今天什么意思 就是看鼻孔是不是一样大嘛 就看鼻孔啊 就是看鼻孔是不是一样大嘛 来看看 现场的各位观众 大家的鼻孔是对称的吗 有没有谁的鼻孔不一样大 有没有 有 老师有 谁不一样大 现在撅起来 我们让手上机拍一下 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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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特写 仰起来 还要我来帮你吗 仰头 这是福利这样吗 外面不是很美好是吗 忘了修剪鼻毛是吗 对不起 好 月月 我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看过 谁会这样照看鼻孔 真的是 好 我们现场捕捉到一枚男青年 她的两个鼻孔不一样大 说明什么问题呢 鼻孔不一样大 可能预示着危险 是会要命的 不会吧 月月 你开玩笑的吧 因为有一起真实的心血管事件 就发生在一个鼻孔不一样大的人身上 我们来看短片 这是发生在湖南的一起真实案例 51岁的齐先生在睡梦中突然猝死 那么在齐先生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看完这个视频啊 这还真不是锁人听闻 就是夜间猝死吗 这个呢 因为有人调查过 在全世界啊 每天啊 有三千人会在夜间 不知不觉地死去 其实这个还真的不是吓唬人 但是跟鼻孔什么关系 这些人的死亡 会不会和这个鼻腔的异常有关系呢 会不会跟鼻孔不一样大有关系呢 因为鼻腔的异常 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 但是鼻孔不一样大 一照 一目了然 对 对 除了鼻孔不一样大之外 还会有什么样的外化的特征 会提示着有一部分人 就容易发生夜间猝死呢 你怕不怕 怕不怕 很怕 对不对 吓死宝宝了 对 吓死宝宝了 听着 您就是像面了 看面 诊断 疾病 我跟大家说 真的不是我会像面 是有一位院士 他很会像面 马上要请出医生母之队的新成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 掌声 欢迎韩院士 韩院士好 好久没见 你好 你好 韩院士好 韩德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医学博士与医学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临床实践中 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工作 并成功在国内外推广 发现厄藩间隙 创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新术士 我们刚才让观众都照了一下 自己的鼻孔 然后发现真的有 不对称的鼻孔的存在 而刚才我们提出了 不对称的鼻孔可能是 更容易发生夜间的吐死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吧 有一定道理 鼻孔是否对称 只是其中一个特征 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征 来逐步梳理一下 同时需要大家全程配合我们 准备好您的镜子 或者是手机的自拍模式启动 来看看您是否具备这些特征 是不是属于比较容易发生 夜间猝死的危险的长相 我们来让最会拼图的韩院士 来拼一下危险的五官 包含什么样的特征呢 上来就挑鼻子 鼻子啊 危险的五官 你看这图上有三个鼻子 好像这是最小的一个鼻子 对 找了一个最窄的 最窄的鼻子 然后这种这个小鼻子 好像原来还都觉得是 又尖又挺 大家觉得还很漂亮的那种 上嘴唇好薄 好了 眼睛呢 这样好了 这个 这还是个媚眼 这眼睛应该是这一只吧 有点像 哇 怎么看这么像 怎么就是它的感觉呢 眼睛不重要的话 看其他的部位 鼻子是很窄的 嘴巴是上嘴唇比较薄 下嘴唇相对厚 整个脸型是圆的 然后有双下巴 是上的 有一个可爱的下巴 对 那位男观众一直很紧 男观众你跟他的区别 眼泪已经快出来了 这位先生你跟他的区别 是你的毛发浓密 嗯 嗯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点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鼻子跟嘴巴 还有脸型 我选这个面相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 鼻子比较小 小鼻子 那这个鼻子的整个体积 是正常人的一半 或者是三分之二 第二个呢 就是嘴巴 嘴巴呢 上嘴唇短 下嘴唇宽 这个人呢 是笑口长开的 哦 给人感觉比较有浮相 富态 嗯 但实际上呢 有问题了 嗯 他为什么上嘴唇短呢 在小的时候 就可能张嘴巴喘气 哦 咬喝关系不好 所以上嘴唇的发育所影响 用尽废退 对 还有一个问题呢 下壳小 小下巴 尖下壳 好像是说你的 我是标准的鞋把子好吗 尖下巴 尖下巴是标准的 叫美人胚子 没错 对 尖下巴的问题呢 就是舌头如果长大了 肌肉发达了 装不下的 所以把舌头挤到后面去了 七道就阻塞了 离奇的夜间猝死屡见不鲜 引发猝死的罪魁祸首 竟然广泛存在于普通人身上 四十岁以上中老年人中 有近一半人都存在这种高危风险 而这种夜间猝死的高危因素的征兆就存在于我们的脸上 鼻孔不对称 鼻子小 上嘴唇薄 下巴小 您的脸上就有这些特征吗 只要具备两种以上的征兆 您就可能是夜间猝死的高危人群 那么夜间猝死的袁兄究竟是什么呢 您在观众当中挑选您认为符合这种危险面向的人 把他们送进警戒区 帅哥一直都被关注着 帅哥现在的小心脏 您可以做一个候选对象 对 然后你就自己走到那圈里去就行了 这个愿意上来吗 这个姐姐可以啊 红衣服的 对 我觉得他比较像 有请有请 好不好 好 那羊头看一看 我们看 你看他的鼻子呢 鼻孔呢 一侧稍微大一点 一侧窄一点 一侧比较圆 一侧比较椭圆形 对 是不是不一样 形状不是很对称 形状不太对称 而且他的鼻子 鼻腔感觉不是很大 还有你再看 看这个小伙子 除了鼻子的问题 下额也比较尖 对 所以一看呢 很帅气啊 对 这位女士呢 再看完这位女士呢 这也不太对称吧 对 左边的这个圆一点 大一点 右边这个扁一点 椭圆一点 而且这位女士 好像下额也是 属于这种 比较尖比较短的 下额也算比较小的 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就发现 我们刚才选的 三位朋友呢 或多或少 都有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分析 到底可能发生什么问题 谢谢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来 我们观众 放松心情 继续看节目 好 我们这么讲完了 也放松不了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拿出镜子或照片 观察一下自己的五官 是否存在鼻孔不对称 鼻子小 上嘴唇薄 下巴小而肩 拥有一种或几种 这种面部特征的人 夜间可能会发生 一件可怕的事情 而这种夜间发生的 身体状况 将会大大增加 夜间猝死的风险 它究竟是什么 有了这种高危因素的人 还会发生 哪些可怕的改变呢 具备这些特征的人 容易在睡眠当中 发生猝死 因为会有一件 很危险的事 在夜间出现 我们说 有这件事发生 可能会让一个人变丑 这个不是耸人听闻 这是真的 如何来验证呢 我们准备了一些 小朋友的照片 和他们长大之后的照片 来 大家睁大眼睛 看一看这五位小朋友 先来看看这个人 这个 戴红领巾的这个 这个一眼就是鸾怨 感觉就像我小时候 那位正直的班长 鸾怨就是那种 老师是他考试作弊 那种学 那是刚上小学 有没有您认识的 当然有啊 外国小朋友 旁边这小朋友 好像我 是谁 就是你旁边那位帅哥 我跟你说 外国小朋友旁边那个 穿牛仔服的人也很好认 大家出去看他的眉毛 很有抑郁风情啊 很有抑郁风情 这个眉毛 原来可以扮起一个人这么久 不过是你是不是 对 中间那个笑得很开心的是谁 看牙门儿 我一看就知道是谁了 看牙 这应该是龚大夫 对 正直中透着条 他自己词可多了 第二位是韩页是吗 不是 是个小男孩 觉得特别像那种 这个现在韩国版的 这个小帅哥 韩国小帅哥有几个字 连性别都给我改了 就是我从小就是女生男相 第二张是我小时候 就是一个小姑娘 是我小时候 不像吗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重点就是给大家看个 我们小时候的照片 与此同时要告诉大家 我们大家都不熟悉的 一个外国小朋友 在这个外国小朋友身上 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持续了很多年之后 他长大之后 长相变了 现在聚焦在外国小朋友脸上 我们来看看他长大之后 变成什么样子了 来看 就是小的时候 很可爱的一个外国小男孩 因为这件事情 发生在他身上 持续很长时间 没有得到纠正 他的长相就变了 越来越丑 我不得以用这个词 但是一对比确实是 你看那是一张开嘴 咬合关于不好了 这个鼻腔就发育不好了 所以鼻子就变小了 所以这个鼻孔很容易冲天 鼻孔冲天 老百姓叫做朝天鼻 朝天鼻 一旦有了这个问题之后 气道有阻塞 睡眠过程中 这代谢就不好了 脑的发育就不好了 在夜间发生的可怕情况 不仅可能导致夜间猝死 还可能让人变丑 甚至影响大脑的发育 在安真医院 大医生共鸣 就曾经通过面容上的蛛丝马迹 提前发现了夜间猝死的征兆 最终救人一命 那么这种可怕的导致夜间猝死的高危因素 究竟是什么呢 我自己呢 曾经也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患者 就大约是在两年前吧 我在茶房的时候 有一位坐灌卖搭桥的患者 我一看 我说这个面容 然后就说 那个老先生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感觉很难受 果不其然 家属一说 他的这个整个的发病的过程 原来确实如此 而且呀 在出院的时候 还因为这件事 差点没要了命 在北京安真医院 一位患者因为心脏搭桥手术入院 在手术之后 就在患者都已经可以出院的前一天晚上 他却在睡觉时 发生了一件危急生命的事 凌晨三点的时候 我们从监护仪上 发现患者的养宝度持续的降低 心率逐渐的变慢 并出现了长间歇的症状 这个时候 我们立即赶到了患者的床边 发现患者这种病情是十分危险的 其实医生已经遇见了这位患者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并准备在他心脏康复后 为他安排相关检查 可没想到 患者在住院期间 就已经发生了如此危急的情况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把患者叫醒 或者患者在家中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 可能随时的会发生心脏血管的意外 甚至发生急性的心肌梗死和猝死的可能性 那这位患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医生如此的紧张 又能如此危及他的生命呢 大家首先先来看看我们叔叔的面相 今天我们上来都先相面 看看下巴 脖子 鼻子 这个有一个词叫颈和角 颈和角 颈和角消失 它叫消失 角度都没了 或者叫合颈角都可以 合颈角消失 就是这个是有角度的 你如果从侧面看 这儿是有一个钩 叔叔的钩用双下巴填平了 现在是流线性 叔叔这个看到您非常的亲切 这两年怎么样 手术以后回家恢复的怎么样 顾医生当时给我建议 呼吸 质期比较厉害 用一个辅助的呼吸 就是当年谭老先生呢 在他的这个面部的这个特征上面啊 非常符合刚才还院时说的这个特征 我说您这个出院的时候啊 一定要做相关的这个检查 还有治疗 结果呢 谭老爷子做完手术 睡着睡着觉 就突然发生了窒息 然后我们经过了这个 紧急的这个抢救 转为为安 所以说啊 挺危险的 哎呀大家千万别不在意这件事啊 我很感谢顾医生他们 对我们的关心照顾 而且是细心观察 对 细心观察 很高兴您今天来现场 掌声感谢一下 谢谢这叔叔 刚才看到叔叔描述这个过程啊 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 这个猝死的情况 我们只能说捡回一条命 如果说这事发生在家里 静悄悄的就过去了 所以到底在晚上发生了什么呢 到底我们一直在说的危险因素是什么 什么让人们在睡眠当中 就丢掉了性命呢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大家一看就懂了 没有想到哈 这个危险因素 这件发生在晚上的可怕的事 就是打呼噜 我来做一个调查 知道自己打呼的人请举手 现场打呼的人请举手 你看我一开始选那小伙子 没错吧 我就知道他打呼 我真是 刚才韩苑选的那个三位观众 全都是有打憨的问题 对 来问一下韩苑 刚才我们在这个民调的过程当中发现 这么多人都打呼 难道这么多人都会发生猝死吗 打呼噜啊 严格说起来分两大类 一粒呢 叫良性呼噜 一种是不会死的 休息不好 喝酒了 诊度太低 睡觉姿势不正确 洗澡发生在阻塞 40岁以上的人 打呼噜别系的发生率 在占50% 这个是上亿的人啊 是的 然后这50%当中呢 有50%的人 是良性呼噜 那么还有呢 50% 恶性 恶性呼噜 就是会吐死的呼噜 什么叫恶性呼噜呢 不管什么情况下 它都会打 而且时间很长 长期的气道阻塞 带来了心脑肾 功能的不可逆性的伤害 有高血压 脂肪肝 还有脑功能障碍 都跟恶性呼噜有关 所以我们真正要关心的 是恶性呼噜的这个群体 是 有一些特征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如果是您打了这种 恶性呼噜的话 其实身体会有感觉的 比如说我们说 它会有很严重的 白天犯困的情况 缺氧 对 不管我是多长时间 疲劳不得缓解 持续犯困 还有其他的 来继续往下看 偷云脑胀的一个状况 脑缺氧的表情 对 很多人在看剧的同时 会有一些共鸣 不是叫您啊 是真的有不明 这个有不明的观众 怎么办呢 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上方的 二绵码来关注一下 我是大医生的 微信公众账号 里面有一个测试 测一测 您是不是打了 可能会致命的呼噜 我们除了判断 自我的症状之外 还可以通过听声音 请大家认真的来听一下 三种呼噜的声音 帮我们判断一下 哪一个声音更危险呢 生命更危险呢 是 恶性呼噜可能导致夜间猝死 那么哪种声音的呼噜是恶性呼噜呢 第一种呼噜持续时间长 声音粗 第二种呼噜持续时间长 声音偏细 第三种呼噜声音很大 而且中间有很长时间的停顿 那么这三种呼噜中 哪种预示着夜间猝死风险的恶性呼噜呢 都醒醒吧 各位醒醒吧 哎呦 月月来了 我来你的宿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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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们睡觉了 这味儿够冲的啊 这味道 我就穿上了 穿上了 身体好 身体好 卵医生也来了 来来来 各位大医生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韩特密院士 哎呦 院士 幸会 幸会 您就站这儿吧 不是 我们是臭药 我们怎么说我们的 那个 太大了 那个 我们来问大家几个问题 刚才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三位的呼噜声了 大老远把我们都吸引过来了 就这个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那个是拔高音的 中间是会断片的 短暂断气的那种 对 那如果还愿让您给一个判断 比如说从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三位打呼噜的声音了 从声音角度来说 是不是我们中间的这位 他的呼噜比较危险 因为有这种就是中间 呼吸暂停的情况发生 声音不是打呼噜声音越响越危险 而是打着打着不打了 憋上了 这是真正危险的 得有间歇这种 间歇的 您那个状况可能有点 我表演的这个 打着打着 有呼吸动作没有气流通过憋上 这是最危险的 原来第三种呼噜声就是恶性呼噜 预示着可怕的夜间猝死 这种呼噜声的特点 是在呼噜中间有明显暂停 长期恶性的呼噜 将大大增加夜间猝死的风险 其实三位演员刚才表演的呼噜声 就是他们生活中的真实情况 而他们三个的呼噜声 与他们的面部特征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 我们三位演员自身的特色 判断一下 他们仨真正在生活当中 谁更容易打呼 谁的打呼更要命 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 按理说瘦一点的问题好一点 不严重 我再说个百八十年玩似的 他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下河太尖太漂亮 我爱听这个 这为这少活两年我都认了 您的主要问题呢 下河也有点小 也有点小 你体格还可以 我看肌肉怎么样 还行 肌肉还行 肌肉一发达 你如果长字还好 还长舌头上 坏了 舌头大了 你咋练呢 绕口粒也说不了 谁在梦里说绕口粒 舌头大了 晚上会往后坠 然后舌头大了以后 就往后坠 那你这缓气的地方就堵住了 那个没下巴呢 我这个 鼻宽口阔了 我这行 应该算一个健康面容 但是您这体重 可能稍微有点太高了 他不到一吨 不到一吨 你要下河和脖子 那距离有点短 再羊头看看 羊头看看 真的是歪的耶 是吧 你看看 鼻子确实有问题 不是不是不是 他这个真的 真的 你来你来你来 来来来 站到最中间 他这个真的是羊头 他的真的是全场最歪 看飞机 就整个鼻孔都是歪的 而且衣服不对称的 是啊 对 他还年轻 身体还有很强的旺盛的生命力 你还可以坚持相当一段时间 我心虚 再延长一段时间 你到了45岁到50岁以后 差不多了 就来了 首先血压会有改变 高血压 没有高血脂 现在就高血脂了 我估议 脂肪肝 脂肪肝也有可能 脂肪肌不好 硬化了 慢慢动脉硬化就来了 对 然后用不多久 动脉硬化的表面 营养不良破了 哎呦 血酸来了 哎呦了 以后也可以跑到心脏上去 以后就来找我了 哎呦 你们二位 查一查 查一查 我们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措施 一干预 一治疗 你得多好啊 您那衣服他有好 对 这叫大一致胃病 揭晓一下 就是恶性的这种呼噜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今天我们讲到的高危因素 也是这种疾病的名称 名字都有这么长 骨色性睡眠 呼吸暂停 低通气综合征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 这个高危因素 通俗的来说 就是打呼噜的时候 出现憋气 当时大家说了 我们在舞台上表演 可能会有点夸张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段 就是真正的 睡眠监测的监控录像 是真实的 不是演员表演的 是真正的患者 去做的睡眠监测 大伙感受一下 这种致命的呼噜 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段 我们从睡眠监测中心 拿到的一位患者的 睡眠监测资料 在凌晨3点52分03秒的时候 患者的呼噜声开始渐弱 直到3点52分13秒的时候 憨声完全消失 而这个时候 它的血氧指数 就从95% 直接下降到了88% 由于正常人清醒 以及睡眠状态下 血氧饱和度 都应该维持在90%以上 而低于这个数值 就会使机体缺氧 对人体造成危险 刚才它的呼噜出来之后 我以为是我们技术故障 画面静止了 怎么没声了 但是情况是 就是没声了 憋气憋住了 不喘气 长时间的不喘气 一口气憋了那么久 其他发生阻塞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停止呼吸 窒息状态 血氧饱和度明显下降 二以后它这个水平很高了 本能的这种功能调整 就会深呼吸 然后把阻塞要打开 那么如果打开了还好 如果没打开呢 像刚才这个样子 血氧进一步下降 所以脑功能受影响 心脏在运动波容中 它这个血氧的消耗量 是比较大的 一旦空不上以后呢 心脏抽筋了 抽筋 阻塞就出现了 这个急诊有的时候 为什么送来的病人 晚上还在睡梦当中呢 然后家里发现一摸 哎呀人都凉了 再送到急诊 这个时候你再抢救 抢救不过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要提醒家人 要特别关注两个数字 如果您听到身边的人打呼 有憋气的情况 那么请记住 五和十这两个数字 那么问题来了 五跟十代表什么 故意睡眠的暂停的指数 正常一个小时之内 也不应该超过五次 一小时不超过五次 这个是五 如果超过五次 那就随于吸引阻塞 比较严重 由于带来心脑肾 重要器官的缺氧 和严重的病发症 五次并不是说它正常 五次已经不正常了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十呢 就是血氧饱和度 下降的一个指数 正常情况下睡眠呢 血氧饱和度应该在90% 好像是能够夹手指测 那个东西对吧 对 咱们有一个 血氧饱和度的监测的装置 当你血氧饱和度 就95%向下 就85%到95%和更低 那么心脏和脑的代谢功能 特别心脏代谢功能 就受到直接的影响 所以咱们现在发现 这个睡眠中的呼吸暂停 还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一个致命性的 对 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睡眠当中呼吸暂停 就不喘气 肯定是很憋的感觉 那这个憋到底有多危险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短片 来看大屏幕 睡眠中的呼吸暂停 会导致血氧含量降低 甚至造成生命危险 我们通过一个实验 看看短暂的憋气时 血氧饱和度会发生什么变化 经过憋气训练的游泳运动员 看上去在水下行动自如 各种花式动作毫不费力 接下来我们给它带上卖氧仪 憋气潜入水下 实时监测它的血氧含量变化 从监测仪上可以看到 仅仅潜入水中憋气18秒 血氧饱和度从97%迅速下降到了78% 此时心脏和脑的代谢功能 直接受到影响 那么未经训练 正处于熟睡中的人 在这样的血氧饱和度下 继续憋气 生命体征将岌岌可危 那么呼吸暂停时 体内究竟会发生怎样严重的变化 甚至威胁生命呢 马上演播室现场 答案即将揭晓 我们来问一下海院士 当我们的身体缺氧的话 会造成多大的危害 缺氧呢 最大的危害 在缺氧情况下 血中的养殖油肌就会增加 会引起岩性反应 对 养殖油肌呢 是血管内壁岩性反应的 直接的刺激因子 低氧情况下呢 肝脏代谢会发生改变 血脂浓度会增高 血管内皮发生岩性改变 血管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快 血脂浓度增高 血脂会通过增宽的 血管细胞内壁 然后渗透到血管内壁下面去 久而久之呢 胆固酸结晶 就在血管内壁下 就沉溅下来 动脉周样硬化 就这么形成了 对 另一个方面 在低氧的情况下 没骚的血管 特别小动脉就会收缩 为什么呢 它增加动脉的压力 使循环水平提高 来保证全身的 重要器官的工学 久而久之呢 就只能收缩 不能放松 原发性高血压 怪不得 有很多人说 我这个高血压很顽固 老是降不下来 它可能并根在打呼噜上 因为大家可能想不到 这种打呼噜 它对于血脂 血压 对于你的这个血管内皮 它都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必须要干预 好了 问题来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 很多 因为你到网上一查 质打呼 你找到很多很多的链接 各种各样的打憨 质打憨的神器 神器 对 那么说到这个 质憨的神器 好多时候你要在家里的时候 为了家人你要想想办法 到了一些公共场合 为了身边的人 也得想想办法 比如出差 跟同事住一个屋 你要是打憨多不好 比如说坐火车 卧铺的这个包厢当中 其他人也很遭殃 那么讲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个小品 来看看 在卧铺当中 卧铺包厢里 发生的一场战争 你说这现在的火车 这多快 杭州这几个钟头 就到杭州 快是呢 我们那时候不敢想 还得提速呢 就是 你们好 你们好 你们两位 我是这个下铺的 你们是到哪里去 我们去杭州玩 去杭州 那太好了 您干嘛 我也去福建 总站到福建 同路人 同似天涯沦落人 相活何必从相识 文化人 我就先休息了 因为我到了福建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们也客气 你们两个睡觉 不打俘虏吧 豆腐主啊 够了够了 我这有炸菜 打俘虏 打俘虏 是 有一点 有一点 我上岁数了 我有小声不大 你打俘虏我睡不了 叫啊 那你先睡 对 这是好办法 我先睡好吧 行 你们两个看住我啊 因为我从来 一点点声音都受不了 我不打俘虏 好吧 我上岁数叫少 人先睡 那就这样吧 安安 这人还挺客气 我睡觉特别轻 还挺客气 确实是 就像这的人工呼吸 那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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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什么意思 对我摸来摸去 谁摸来摸去 你说您这危险啊 您这是呼吸间歇性暂停 这么打呼噜 特别的危险 你说谁啊 谁打呼噜 我怎么 年轻人 你睡着了 你不知道 哦 没准你做了个噩梦 你打呼噜 又不光打呼噜 你还就 自个儿还起身 那挺严重的 这么着 你你睡 我给你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啊 我舅舅有经验 对 这上岁人呀 这个生活经验特丰富 我这出门都带着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 这是鼻夹 我舅舅以前是花样游泳队的 对 你把这鼻夹带上 身到鼻孔里上 对身到鼻孔里 他出来 他就没了事了 他没说 感觉是你那个世界师母一样 他也学住了 那我就睡了 来睡 二师兄睡了 这就踏实了 难免得出来 出门 划 划划 那个 不是 你们两个怎么了 还浪不浪人睡觉啊 您别激动 级别有点高 是吧 这个鼻尖 已经对您已经没用了 有 我给您出一主意吧 什么办法 您要想不打呼噜啊 还有一好方 您注意 您抖动您舌头 这行吗 你再试试 我这样睡觉是吧 试试这个 这会就没问题 是不是 就得睡吧 反正你们这看书多 我就知道这 不管用 你这买完以后 你这白的叶花 什么意思呢 你这叶花 赶紧的话 一不咬舌自尽了 来来来 我说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是不是我要抱蹭井啊 你看您太危险了 又把自己憋醒了吧 我什么时候打妇虏 你说你们两个什么意思 睡觉的时候 你自个儿 你就不知道 你是怎么办的 您这很危险呀 再说我们也没法睡呀 是啊 我还有一个好主意 瞧见了吗 舅舅 看见了吗 小玻璃球 这这这 我就用这个 给你治疗一下 干什么 你转过来 转过来 你们两个不是去夯州行医的吧 不是 这是一个方法 把这玻璃球给您粘在后背上 对 保证你能安然入睡 就不打呼噜了 是 是吗 对 试试 试试不过三 这回差不多了 咱试试 你说你这招你还真多 也不知道你的都跟谁小的 是吧 没事 怎么不惊夸呢 这个 哎呦 哎呦 对对对 不是 咱们 咱坐在杭州去吧 没几个钟头 门口那坐在这吧 是 这这太危险 是是吧 什么玩意这是这 没见过这 呀 坐这天连火车 你知道这 看他在小品当中呢 用的第一个办法 就是这个叫鼻撑 韩院长 这个管用吗 这个管用吗 基本不管用 基本不管用 为什么不管用 第一个呢 这个鼻撑啊 你看啊 它鼻撑有什么问题呢 这塞子吧 对 塞子以后呢 等于增加了一层呼吸的阻力 我刚才试着 就是还不如不带 不舒服 对对对 不如不带更通气 还有一个呢 鼻孔蹭开了 那鼻孔里面偏堵 那怎么解决呢 哪个地方 您给大家指挥一下 我们试一下 那我们演示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正常鼻枪 你看 那个黑的那个地方 是通气的地方 你看黑的这一部分呢 是通气的地方 上面这一对呢 叫中鼻甲 下面叫下鼻甲 中间这条线呢 叫鼻中格 鼻中格 现在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个 异常的一个鼻中格 乖了 你看这个中格 明显地偏了 把整个通气的空间 给展示了 堵了 就是偏的不同的方向 偏的不同的类型 这个呢 偏的有点离格了 是吧 中线应该在中间 结果呢 它一条曲线 把整个右侧 鼻上全部堵塞住了 这叫严重的鼻中格偏区 嗯 还也是问你一个问题 嗯 把右侧的基本上堵上了 但是左侧不是挺好的吗 左侧宽了之后呢 它过量通气 它干燥不舒服 嗯 所以左侧呢 下鼻甲和中鼻甲会增生 哦 同样在增生过程中 也会把左侧堵上的 哦 所以说这个鼻夹是解决不了 这个鼻中格偏区的问题 它只能把表面撑坏 但里面这个弄不了 对 所以里面的通道 还是没有打开 没有打开这个鼻通气的问题 还是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是 那怎么解决呢 你就看我什么意思 好直啊 我的鼻子 对 我的鼻子 我的鼻子比较直 嗯 原因呢 你想知道吗 能讲吗 节目里可以讲吗 多少有点隐私啊 那能在节目里讲隐私吗 院士 为了大自健康 对了 我们要牺牲一点自我的隐私 也是 今天还要喝出去了 因为我觉得太对称了 对啊 对称得很异样 就是想问有没有整过 我那是研究 气道阻塞的 所以呢 所以我对气道阻塞的 稍微的危机改变 我会非常之关注 所以呢 因为中国人的鼻子 90% 90% 90%都是 不可能长在一条线上 哦哦 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天气 所以呢 我呢 在宗哥有一点偏有个企图 啊 第二呢 我长期给人家做手术 啊 还有一些节促传染 所以有一个蝶痘的 没菌性蝶痘炎 哦 宗哥偏蝶痘炎 时不时会有头疼 也打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对我影响很大 而且是您的专业 然后呢 然后呢 就 然后呢 嗯 就把徒弟们都培养好了 然后呢 然后选了一个徒弟 我明白了 然后徒弟给您动了一刀 就做了一个扩张 于是我这个痛气就好得不得了 这您发明的手术吧 对 这个我还真知道 叫做鼻腔扩容术 韩院士和他的这个团队 这个发明的 可以这个减轻 甚至可以根治这个寒症的问题 我特别想知道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鼻中隔偏区的情况 除了一开始我们讲到的鼻孔一大一小 可能会意味着 里面有这个鼻中隔偏区 对 还有什么会提示大家 需要去查一查这个鼻中隔的问题 照小镜子一看 小镜子一看 鼻孔不对称 一个大一个小 这意味着两个气流不对称 所以发育过程中怎么着 所以一看这个 中隔肯定是有问题的 第二呢 我们可以做有黄金的比例 我们看看唇钩正宗 鼻中钩 两个眉间 这也造一条线 如果这个所有的鼻梁和鼻间 在一条线上 那么中隔呢 还是可以的 如果不在一条线上呢 一定有鼻中隔的偏区 拿一张您的证件照 拿那个隔齿 画一画 比一比 看看在不在一条线上 对 一个是鼻子歪 有的人呢 鼻子还是一条弧线 对 是吗 对 虽然这个鼻子根和鼻子尖 在一条线上 但中间是走了一个弧性 S型 这也不行 或者是S型了 对 肯定那中隔是偏的 对 一般了 那么对于鼻腔的保养 我不知道韩院士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办法 推荐给大家呢 鼻腔保养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有一个鼻腔冲洗器 洗鼻子吗 洗鼻子 像刷牙似的 这每天睡觉前 冲洗器用点生理盐水 生理盐水 或者是没有生理盐水呢 自己烧一点水放在盐 浓度呢 百分之一左右 呱呱呱洗一洗 正确的洗鼻子 到底应该怎么洗 我们请护士录了一个短片 教给大家正确的 洗鼻子的方法去看一下 我们如何才能进行 鼻腔清洗呢 为此我们特意来到 同仁医院的耳鼻喉诊室 在护士的指导下 进行了一次鼻腔清洗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 洗鼻冲剂 专用的洗鼻壶 和250毫升左右的纯净水 将洗鼻冲剂倒入洗鼻壶 加入250毫升纯净水 摇晃洗鼻壶 让洗鼻冲剂充分溶解 再调节下洗鼻器的出水量 保证头部向前倾 嘴巴张大 用嘴呼吸 将洗鼻壶出水孔 插进一边鼻孔 水流会自动流入鼻孔 清洗鼻腔 由另一边鼻孔流出 这样就完成了鼻腔的清洗 小品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伸舌头训练法 这个我在网上曾经看过 是一个英国的学者提出来的 研究过 伸舌的这个止寒法 每天要做200次 多少次啊 200次 而且一定要非常使劲地伸 这我们大小狗能做到 可能先不止200次 月月 我还在表演 你继续继续 我跟胡大夫聊聊天 明白 谁舌头 韩远 刚才我们看了 龚医生争宁的表演之后 您来评评一下 这个舌头保健操 对于止汉来说 有没有贡献呢 它主要原因在哪呢 使舌头这个肌肉啊 能够紧张一点 舌头向前使劲 从这个肌肉运动呢 把舌体向前拉 然后睡眠过程中 舌体不厚醉 烟香开放 这是我想它的初衷 它理想化是这样 但实际上呢 但实际上 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我手里面有个神器 我拿这个神器呢 到口箱里面看一下 好呀 到大嘴巴里面去 一探究竟 我们看 这是我们的一个嘴巴 张到一个大大的嘴 为什么我们说 吐舌头解决不了问题呢 我们看看问题在哪 我们用这个神器呢 进去看一下 我看到了 你们看不见 小舌头了 我把这个图像 让它发射到咱们的 体育上去 这神器还真管用 舌头看到了吧 舌头再往里面 那个动动就叫口烟枪 上面五行椭圆形的 叫悬油吹 我们叫小舌头 如果你想舌体后缀 悬油吹过长 烟枪狭窄 仅仅身舌头够不够呢 肯定不够的 小舌头也会变大 这个门帘啊 比方说这门帘一半 挡着苍蝇 挡着一个房间里 人不要直接看 这门帘又拖地了 软额 玄虽长了 拖地了 它一样也有主色的作用 所以那个就 伸舌头就没用了 龚大夫 要说两百次 两千次都没用了 但是门帘卷上去 或者剪掉 有这手术 有这手术 我们有些打呼了别戏的病人 它长期这么刺激 我们脸就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越刺激它就越增生 刺激的结果呢 是就慢慢长长了 烟枪就变窄了 这个这是我们就考虑 怎么能够把烟枪 也可以做宽 我听说过 这个也是韩院士的一大发明 玄庸锤恶烟成形术 对 准确 是一个现在目前国际上 以这个韩院士的名字 来命名的国际通用的手术 这是我们的一个中国的骄傲 此中应该有掌声 韩院士的名字命名的手术 这个我懂了 小舌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的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有的人需要减肥等等等等 恶性的致命呼噜 会导致夜间呼吸暂停 大大增加夜间猝死的风险 对于严重的鼻中隔偏躯 和玄庸锤过长 韩院士独创的手术 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控制体重 也可以缓解恶性呼噜 帮助我们远离可怕的 夜间猝死的风险 韩院士自己也说 他以前也是打汗的人 然后通过手术的方式 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 现在完全不打汗 其中生活方式的调整 因为我认识韩院士 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我那时候刚做养生堂 韩院士就来了 他就是这个身材 这么长时间过去之后 还是保持这个身材 这一定有秘诀 一定是有秘诀的 您在吃吃喝喝上 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吗 实际上呢 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调整 你要有一个尺度 首先呢 还是要管住嘴巴 还有一个迈开腿 早晨吃完了 吃完以后 今天不做手术 体力活不多 动物能不能就不吃饭呢 一天从三餐改两餐 改两餐 然后呢 吃一点水果 酸奶啊 这些 酸奶啊 这样你的收入量就少了 清断食这个方法 有点这个意思了 清断食 一个星期有这么两天三天 胃肠有点肌热感 这样呢 在有肌热感的情况下 体内的脂肪就被带泄了 就是一个星期有两到三天 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 在做演播室里面做节目 我就可以省一顿 清体力劳动啊 所以你每天都可以省一顿 不 这对我来说 露姐这是中体劳动啊 我要说加鸡腿的好不好 但是讲到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清断食啊 不是所有的清断食 都是健康的清断食 就像刚才我们听到 韩月是讲的 一个星期有两天 不让自己太饱 它其实是有方法可循的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 301医院营养科的徐庆医生 给大家讲讲 清断食到底怎么清 怎么断 徐庆 301医院营养科副指认 副主任医师 营养医学博士 徐医生你看我们这都瞪大了眼睛 想知道清断食的事 因为对男人来说 他们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对我们来说 减肥是我们一生的事业 对 健康的清断食 到底应该怎么断 清断食实际上它是近年来 风靡于全球的一种 非常有效的减肥的方法 那么简单来说 五天吃正常饭 两天清断食 这么一个五加二的模式 五加二 五天也不是说您放开了吃 只是按照您平常 该怎么吃去怎么吃 那么清断食的这两天 那就需要把能量 限制在平常的 四分之一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 女性朋友大概在五百千卡左右 每天 那么男性朋友大概在六百千卡 每天 这个需要一些道具吧 需要准备一些 比如什么这个秤啊 那个换算表 要不然我怎么算 什么五百六百 对 非常重要 在我们做清断食饮食之前呢 一定要准备几个小工具 厨房秤不可少 厨房秤 体重秤也不可少 体重秤 那么食物交换份表 还有一个血糖生成指数表 这两个表格也不可少 前两样咱家里还好找 这个后边这两样 这个叫什么 食品交换份表 血糖生成指数表 没有关系 大家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没错就是此刻 就是现在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 我是大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里面就有食品交换份表 和血糖生成指数表 然后等一下 就要认真地听 徐老师怎么算了 徐老师有个问题 你刚才说五加二 完整的五天 明白您的意思 然后是两天 还是说是可以间隔的 我们这个五加二 这两天不是随意选的 首先它不能连续 另外呢 这两天如果碰上了 比如说您有比较重要的聚会 或者是有消耗比较大的运动 或者说是有一些应酬 就不要再去做清断食了 我们换一天再做 在这一个星期里 不连续的两天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告诉大家 就是哪些人需要清断食 哪些人没有必要 采取这样的措施 就像我们说 减肥减肥 得是肥的人才要去减 所以涉及到一个BMI指数 同样是关注一下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输入您的身高体重 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当中 就会有一个小的一个程序 帮大家算出您的BMI 一般是什么人 需要清断食呢 徐医生 一般来说我们BMI 24以上的这个超重 或者肥胖的人群 都需要对自己的体重 进一个规划 到一个合理范围 那么也就是可以采用 我们清断食的方式 去减减重 刘大厨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 您这个做饭 是这个一流的高手 但是今天呀 咱们呢 可能得给您出点难题了 没有问题 清断食的营养餐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因为你看我做了 近20年厨师 身材保持这样 跟吃有直接的关系 按照咱们预定的食谱 您边做 我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的 我们做这个清断食饮食啊 最关键一点 我们可以把中午饭省掉 早晚两顿饭就可以了 那么这两顿饭呢 也有要求 既要在各种营养素上 要均衡的搭配 同时这个量 还不能够超出 我们饮食的四分之一的这个量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到一个工具 我们刚刚提到的 食品交换份表 那个表格中呢 每一种食物 它的一个单位 就是90千卡的热量 那么一天来说 一个女性 就是5.5份的食物 那么一个男性呢 在6.5份左右 早餐的时候 就可以看看 我们师傅是怎么做的 那现在大厨在切的 这个是什么呢 刘大厨 白菜丝 在饮食交换份表中 白菜属于这种蔬菜类的食物 基本在500克左右的蔬菜 是一个交换份 也就是90千卡热能 吃进去的话 一斤白菜 对 一斤白菜 这样的话会 让人觉得有一个富饱感 同时呢 它的这个含糖量很低 膳食纤维却比较多 这样吃进去以后 我们会有一种富饱感 也不会感到饥饿 所以我们在这个食谱中 我们要大量地 去使用这些蔬菜 这个刘大厨 这个刀工啊 真是地道 今天的这个减肥餐 也是非常的特别 用了这个几种蔬菜 白菜丝 现在又有这个清水丝 和这个萝卜丝 胡萝卜丝 胡萝卜丝 对 这个萝卜做一圈 萝卜开会 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那种 非常神奇的食材了 这是磨浴丝 那么磨浴丝 我想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这个磨浴丝 看着跟粉丝很像 但是呢 它是用磨浴加工制成的 那么主要含有了 大量的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含糖量或者含淀粉量 却是非常的低 就会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负饱感 所以在清断式里 是用它是非常好的 这个上面加的是什么呢 鸡丝 这个白水煮的鸡丝 首先一点 看着这道菜 你目前为止还没有放一滴油 还没有放一滴油 然后也没有放任何的糖 那么鸡脯肉这个地方 我要讲一下 它属于白肉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自然它的热量就低 既提供了优质的动物性蛋白 又不至于摄入过多的一个脂肪 你看咱们摆好盘之后 咱们来调一个汁 这是黄芥末汁 黄芥末汁 这个里面我就放了一点醋和盐 这个时候咱们少来一点点橄榄油 五克之内就可以了 五克之内 咱们来这个盖来尝量一下 差不多一瓶盖 差不多 OK了 五克好 这样就可以了 很少的油 那你看我今天这个早上一顿饭 和晚上一顿饭的食物里面的油 各是五克 那么全天就摄入了十克的油 我们尽量地去选择一些 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 或者多不饱和脂肪酸的 这一类的植物油 比如我们买到的橄榄油 就是富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的 它用来拌菜 热拌或者凉拌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我们现在看刘大厨这个 对 你看刚才徐代 我把这个营养成分全介绍了一遍 这个名字呢 大家还不知道这叫什么菜 对 其实我给它赋予的名字叫 锦绣魔芋鸡丝 当然我们这一顿饭里面 不光是这一个菜 我们一定还要配上碳水化合物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全麦面包一片 35克左右 同时我们这里面又有蔬菜 又有肉 这样我们的营养素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均衡的 这一餐 便于营养素的充分利用吸收 这是一个人的量吗 我看到这个量是很大的 其实看着很大 实际上是空的 我们刚刚也撑过了 这个就是每一种食材50克 整个有五种食材 加起来是250克左右的蔬菜 剩下是50克的这个鸡脯肉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道菜的 全部原料 没错 就一个人这一顿 可以吃这么多 所以说我们的 清断食的食谱 制定的好的话 一点都不会痛苦 一点都不会有饥饿感 光给我们做个凉菜吧 可能有的人不太适应 我们还是想 吃点这个热乎的菜 来个热菜 对 咱们能不能做个热菜 考虑到这种各种食物的 多样性的话 我们想采用比如说 鲜香菇 彩椒 还有牛肉 重量来说的话 香菇给100克 那么牛肉50克 彩椒的话50克 注意了 重点来了 油还是只有5克的油 不能放淀粉 不能放糖 这是我们减肥餐的大计 这可真是到大提 那么就请刘大厨来应战 好 这个时候呢 咱们先把辅料切一下 其实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一点 我们在选择食材上 除了总体热量不超标以外 还要有所选择 这个时候就用到了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第四样武器 那就是血糖生成指数表 它是把所有的食物 升高血糖的能力 叫做血糖生成指数 那么这个血糖生成指数 我们也叫GI值 当这个值大于70以上的时候 是一种高GI值的食材 或者高血糖生成指数的食材 那么这种食物 吃进去以后 不容易产生负饱感 当这个GI值小于55的 这些食材呢 它一般都是富含有膳食纤维的 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蔬菜 刚刚切的这个香菇这种菊类 那么我们可以吃很大的量 不会摄入过多的热能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它来 做我们的清断食的一种选择 能够减轻饥感 对我们的一个困扰 上一道菜和这一道菜里 我都用了一些动物性的这个食材 优质蛋白 那么蛋白质的作用是什么呀 在我们吃进去的时候 会增加我们体内的一些能量消耗 不会增加我们的能量收入 反而它还会消耗一部分能量 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蛋白质就不可或缺了 平底锅 在这个小火来慢炒 这个对油量还有一定的要求 五克的油 是吧 对 就是咱们汤勺了半勺 这个一般我们炒一份菜呀 至少得三十克油 然后这个烤官煎烤真是盐啊 五克 刘大厨是先把这个 香菇 香菇放到里边 对 烧烧这个蘑菇呢 有一点点变色的时候 牛肉放入里面 好 我觉得炒这个菜呢 有点像这个我们那个铁板桑的这个 对对对 油脂特别少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姜和蒜片 一起放在锅里同炒 牛肉呢已经渐渐地变色了 基本上比较成熟 咱们把剩余的这个切的辅料放在里面 已经闻到香味了 对对对 颜色呢也特别好看 这个洋葱还可以去一些腥味 是 对 我们来一点点胡椒粉 胡椒 谢谢咱们刘大厨这个叫彩椒牛肉 是吧 彩椒牛肉 装盘了 装盘 这道菜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做清断食饮食 好 我们这个彩椒牛肉已经炒好了 对 每周不连续的两天中 实行徐医生介绍的清断食 即男性一天摄入600千卡 女性一天摄入550千卡 长期每周两天的 低油低脂的清断食饮食 不仅能帮助我们减肥瘦身 还可以缓解可怕的恶性呼噜 辅助预防 由夜间呼吸暂停 导致的夜间猝死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 是跟打呼噜有关 这个场外有很多的观众 正在看我们的节目直播 在网上看我们的直播 打呼噜的人还真的不少 因为今天韩院是来了 我是大医生嘛 好多人排队 求解答 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个 威仪全科中心 向现场的专家 发起会诊请求 那么我们在场外呢 有这样一位观众 一位蒋先生 他有非常严重的打呼情况 爱人还偷拍了他打呼噜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状况 这是一段网友 发给我们的视频 视频的一开始 我们就听到了打呼噜的声音 你瞧这呼噜声 特别大 在其他的房间都能听得到 为了验证自己的话 网友还来到了卧室的外面 你瞧这不是有憋住了 打呼噜有时候经常还憋住 有时候一边那个挺吓人的 还一边挺吵人的 最后呢有时候没法睡 我晚上睡觉 刚刚刚刚刚进入睡眠期的时候呢 自己有一种感觉在打 然后就是进入睡眠之后呢 这种乌鲁大人是特别响 一口气进去之后 他就出不来了 憋气 就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 这个人很疲劳 这边是他的睡眠生理监测报告 已经可以看得到了 睡眠过程中的气道阻塞 发生呼吸暂停的指数 二十四五左右 正常呢是每一个小时 不能超过五次 所以呢你的呼吸暂停的指数 明显提高了 你在睡眠过程中 一定有气道阻塞 对你的检测结果的判定呢 是具有中度的呼吸睡眠 低通气综合征 通过检查报告我们可以看到 蒋先生当天晚上 一共出现一百一十二次 以憋气为主要表现的 呼吸暂停或通气不足情况 最长的憋气持续时间 最长达六十五秒 整个晚上渲氧饱和度 在百分之九十以下的憋气时间 长达二十四分钟 所以您呢 有了这些检查之后 我今天第一次见您 所以我一看你的面容和身体状况 我简单的可以做一个判断 你的鼻根这一块有点像心性的 它现在有点低 第二呢 按照我们的面部黄金比例 你的鼻子有点偏 偏到右这些了 偏右 上嘴唇有点短有点翘 鼻子有点小 您肯定是有鼻中够的编曲 好的 谢谢徐医生 谢谢蒋先生 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会在后期的节目当中 给您一些生活指导 好吗 谢谢 韩院士 刚才我们看到这位蒋先生的情况 您的建议是 他要进一步做检查 什么样的检查呢 他这个打葫芦我想可能中格偏取 烟枪的负压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所以我希望做一个鼻痘CT 这是第一个问题 鼻痘CT 对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做下一步的鼻腔的内径检查 如果以鼻腔阻塞为主的话 仅仅靠保守治疗是不够的 可能要手术 一定要做鼻腔阻塞的调整 那么他的问题肯定就彻底解决了 明白了 所以希望蒋先生听到 这个韩院士的这个建议之后 在您当地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然后再选择一个最适合您的方案 跟我讲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部分要靠医生 一部分其实是可以靠自己的 听说今天韩院士带来了几个动作 要教给大家 韩院士这个身材一直保持得这么好的话 一定有他自己的这个秘诀 穿上衣服吧 等一下来掌声感谢韩院士 等一下给我们来代表一系列的动作 教给大家如何越来越健康 韩院士要教我们大家来练习一些 他生活当中经常锻炼的一些小动作 小动作大健康 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 来吧韩院士 韩老师请 最小的动作非常简便易行 但是能够坚持下来也不容易 如果做得很好 你就会打得开 肌肉比较健硕 韩院士您就把秘方赶快给我们吧 我们的意思了 一定要让我表现一下 实际上也属于我自己的秘笔 所以今天我也就先丑 先这样两腿定肩 手十字插开 然后向上 再向上过头顶 过头顶 过头顶 红木过头顶 衣服有点小 我帮你 衣服要裂了 衣服要裂了 这确实我知道为什么 韩院要换衣服了 咱们都不行 不然这个拉不开 四 手不要弯 手不要弯 五 六 两手伸直 让我们奔起来 感觉轻松了很多 立马轻松了很多 你会感觉是 鼓劲儿在松开 第二个动作 还是一样 到头顶 然后向右转 画圈是吗 画圈 画十个 台上最别角的几个人 对 我有点像一个 二人又要向后挺 向后挺 向左边 看左边 来 左边看山中 一边